小伙伙们今天说一个去梁祖遗址文化公园去玩的一个事儿 今天早上8点多钟坐那个公交车 老早就去了 但是呢去之后呢看到说是有维修 今天维修11点钟才开门 所以我们在这等了有半个多小时 总体来说呢 其实我自己觉得那个这个门票花的很不值 因为我自己是农村人 他这个梁祖文化村里边啊 大部分都是农村的一些场景 包括我自己在家种的水稻水田呢 就是跟我老家一模一样 没有必要花钱来看 但是呢住城里边人还挺多的 今天你看这排队人有多少 一个接一个 这会是现在还没开园 是排队往里面走 还没捡票 捡票的话时间还挺长的 不过也挺快 一开门之后进来 一进来是南门 我们从南门进来的 南门这边有一些人 就开始朝不同方向去走了 今天天气还比较热 他这边种了很多花啊 水啊 小鸟啊 都挺多的 竹甘林 挺多的 你们叫竹园还是什么玩意儿 我们叫竹甘林 走到这路标三叉口 我想着先去看看这个历史文化吧 王城 就先过去了 哎呀结果 这一大片大片都是农田 我农村人我没见过农田啊 花六十块钱来看 真是觉得有点圆 不过有几个年纪大的老头老太太跟我一块去看那王城遗址 怎么说呢 没文化的人吧 看着觉得 真的 没啥看的 真是有文化 你对这个历史有研究的话 你觉得这个东西确实非常好 非常值得研究的 我自己没有太大感觉 因为中午过来就觉得特别热 你看那个太阳现在晒得得够呛 跑那个毛套棚子里边玩了一会儿 毛套棚子里边是有一些展柜 展示的这些文化呀 器具呀 器器 牙雕啊 没有牙雕啊 也算是牙雕吧 它用它那种骨下牙或者骨头做的什么东西 其中有一个让我非常震惊的一个东西 它用那个人头盖骨做的那个容器 在什么叫什么变装什么玩意儿 哎呦 特别震惊 马上让我想到那个西藏藏伏教里边那个钢巴拉 拿那个人的那个头盖骨做的 这什么小草长得挺漂亮 颜色也挺好看的 在我们这很少见 南方这边应该是比较多的 我自己是一个北方人 所以对于这些吧 觉得还挺新奇 你看那个 荷叶尔的杆上长的什么东西 这红色的 我们这边从来没有这玩意儿 看到啥就拍啥 现在这个荷花开的也正正好吧 你有一些没出来 有的开的还不错 给来一个特写 大家瞧瞧 然后我就掉头回去了 路边看到这种小花 我也不知道 我们那应该是叫千里光之类的花 开的还不错 你用视频镜拍一下 那个虚话挺好的 这个小鸟不知道干啥的 站在上面 这还是大片大片的农田 让我想起了那个白剧里有一首诗 叫什么关义麦 现在确实也是到河南 甚至全国各地种麦子 都应该到收麦子了吧 五月人备忙了 朱征疏土气 背烁颜天光 不过来玩的人 肯定都是有闲有钱的 吃个饭啥呢 现在到中午了 来到饭馆叫什么 这个路头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人还挺多 吃这碗饺子 一份饺子是20块钱 15个 吃不饱 我的饭量是吃不饱 你们应该是能吃饱 然后我吃完之后 顺着一个小道下去了 就看看有好几个 那个在地图上标的位置 但是我自己没走到 不知道怎么着 就转到这个叫什么 池中寺粮仓这一块了 说是在这发现了 有20多万公斤的这个稻骨碳化 那这可能是两主人生产的 就过来瞧瞧 它那个稻草剁的还挺高 从上边下来的人也挺多的 过完过完那个池中寺 有的是回头去那个什么路院了 我还是往前走了 前边有一个什么就是 王城最关键最核心的区域 我说还没看就过去看看 就到王城那边去了 又走回头路 刚开始走错路了 从那个池中寺又回去 往王城的观想走 一路上坡嘛 今天来的人确实挺多的 星期天 小花小草开的也不错 手机吧有点过热了 就歇一会儿再拍 你看那个人 三三两两的 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汤土堆 具体干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那个王城 从王城下来 王城这个周边弄的还挺好的 种的都是大片大片的花海 挺不错的 这刚才又碰见那个人了 我也不认识他过来看 这是一个车站等车的 如果你是旅游 你想坐那个电车 20块钱环游两个小时 每个景点基本上都能到 我自己没没做 因为我是需要锻炼一下 经常走路 走走路 捡一下肥 现在呢 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呢 就是从王城上边下来 它有一条路 你反向去看那个王城 那个高坡上面 它是叫什么朝圣之路 我们下来也不知道 这应该是叫什么 四坊之路 这下边也是一大片的农田 这个时候 已经中午了非常热了 到了墨角山 这个立了一个框架在水田旁边 还有人在这照 我也在这照了一个 对 还有一个小池塘 池塘里边还有野鸭子 来来往往的 人挺多的 很多就是走到中午 特别热 他就受不了了 然后就想去那个车站坐车 这就那个车站 车过来了 刚才这俩人在这看那个小鸭子呢 我现在回头看看 坐这歇一会我也走累了 刚才这个阿姨应该是清洁工 池塘边上还行 有点风比较凉快 远处呢 有人在玩 大家都来玩 都挺好 小花小草 我拍的也不少 这是到了那个返山王陵 去看了一间 大概就回来了 那边都是灵墓 没怎么拍 走到现在已经下午五六点了 因为中间一直在休息啊 休息时间比较长太累了 所以就走到戏门就直接出来了 看看外边这戏门这个城墙啊 火城河 旁边一直蜻蜓立上头 开门 我呀 好 好 你